好 所以對比這個中國 身為台灣人真的非常驕傲 因為我們不但有全球最強大的護國神山 而且台積電最近真的是打爆了 張忠謀口中可敬的對手 韓國三星 那這個對於很多中國 台灣民眾來說 這不只是兩大企業之間的競爭 更是國力的競爭 再加上現在AI帶動了整個 AI晶片的成長 讓半導體大戰進入了深水區 這也讓大家最近注意到了 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導 說美國最近居然可能做出讓步 同意台積電跟三星 維持在中國的業務 而且允許擴張 就請教這個定義委員 為什麼這個在半導體大戰 這麼如火如荼的時候 美國會突然做出 這個部分戰略的改變 台積電到底是什麼時候變成 沒有他不行 他到底是什麼時候 讓三星連車尾燈都看不見 事實上在八九年前 台積電是想要超越三星喔 對八九年前三星在前面 台積電TSMC在後面追的 他怎麼追上的 追上之後 現在他說哇全部都集中在台灣 我要降低風險 我有地緣政治風險 我希望把台積電移走 為什麼難以複製無法成功 美國已經有戰略專家直接告訴拜登 他怎麼講 你知道一個三奈米晶圓廠好貴啊 一百六十億美金才能蓋一座廠 蓋在美國弄不起來 蓋在日本弄不起來 蓋在歐洲弄不起來 那保護台灣不用一百六十億美金 所以乾脆保護台灣比較便宜 所以張周謀就是這麼說的啊 你要複製 哎呀因為台灣控制全球的晶片 你知道以前叫石油財 誰控制石油控制天下 後來叫晶片財 晶片等於石油 台灣控制新晶晶片的九十三趴 比石油國家還可怕 還可怕 未來還有AI晶片財 晶片財兩個 一個姓蘇 一個姓黃 一個是NVIDIA 一個是MD 不好意思兩個都我們台南人 所以世界在台南手上 都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再加一個TSMC 台積電 三個都台灣的 所以難以複製 那你難以複製 你花那麼多錢 乾脆把那個錢變成 我們都來 我們全部各國都來當台灣的保全 那這樣就又便宜又省市 真的 所以回到故事的 今天要講的 來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台灣人看到 自己要向自己肅然起敬 真的 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 你仔細看這個市占率 原來呢 我們在2022年的第四季 4Q第四季 我們的市占率台積電而已 我還沒有加聯電什麼的 台積電的市占率是 58.5% 全世界所有的晶片 高階的低階的 一般的玩具的 到火箭的 我們佔58.5 三星可敬的對手 可敬的對手 我們要追逐的對象 在去年第四季是15.8 也差太遠了 差不多我們的四分之一對不對 那現在不是說不景氣嗎 就經過了到現在 2023年第一季結算 不好意思台積電到60.1 三星掉到12.4 不景氣我們還往上衝呢 它變五倍 對 我們的市占率變五倍 那到底怎麼來的 關鍵就在當年 現在又齊你的iPhone是iPhone幾的 還是你不是用iPhone的 我是啊 當然用iPhone啦 iPhone幾的 i14 我跟你講iPhone6是幾年前 iPhone6聽起來感覺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iPhone6是在2013 2014年 iPhone6的它的大腦 它的處理器叫做A8A8處理器那一站 叫做關鍵一站 台積電把三星在Apple的訂單 拿走一半以上 而且三星還派間諜來台灣偷資料 一直追不上直到今天 所以我們來看當年發生什麼事情 20這個從2011年開始 當時Apple就覺得 我的全部的處理器大腦都靠Samsung 那Samsung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都只靠他 溢價能力變成Apple很難跟他溢價 對 要找個競爭對手 第二個都控制在他的手上 他自己也做手機 就我的Apple 我的iPhone要跟他的Samsung手機拚 結果我的大腦還要跟Samsung下訂單 這個就是違反了 這個TSMC台積電 張忠謀的鐵律說 我們做製造 就不要跟客戶搶生意 就不要做IC設計 所以從2011年開始 那就開始要找新的代工 台積電就發現機會來了 所以2011 2012 台建當時用了三招 搶下了關鍵的訂單 Apple的訂單 那哪三招呢 第一招有一個東西叫IP IP是什麼呢 不是我們上網那個IP位置 IP叫做半導體的智慧財產權 系財權就是半導體智慧財產權 而半導體智慧財產權呢 在我們所謂的手機智慧手機設計裡面呢 從他的處理器到記憶體 就邏輯晶片到記憶體晶片 Samsung全部壟斷 所以他長期壟斷iPhone一直到iPhone5 iPhone6的處理器 Apple都要靠他 那到iPhone6的時候 這處理器裡面呢 要找台積電做 那台積電發現很大的問題 台灣人很聰明 但我要爭取Apple的訂單呢 我爭取到了 我從開始設計到製造 大概一年就可以做出來了 可是光這個訂單 要跟Apple談好 要花兩年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Samsung每次到Apple那邊講 我告訴你 那個處理器的智慧散產權 都是我們韓國Samsung的 台積電做 我告訴你們 那Apple那時候高來高去 你回想那個時候 常常高來高去 一高你這個手機就不能出貨 他把你加數分 那個都是幾百億幾千億在玩的 那Apple說那我們就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台積電每次要跟他爭取訂單 就要證明半天我沒侵權 過了兩年了 那一袋手機過去了嘛 所以台積電用出的第一招叫做 保IP 保護我們的制裁權 怎麼做呢 台積電把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通通交給Apple 你去驗證 你先驗證完 發現這些專利都是我們台灣的 對 Samsung沒辦法高 那驗證完之後呢 避免三星亂高 我做出來的手機就可以賣啊 真的 我做出來的晶片你就可以用啊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那既然要搶人家的 那我就要證明我是世界第一流的 台灣擁有世界第一流製造能力 在二零一一一二一三一四年 全世界最先進的製程叫做二十奈米 現在聽起來有點low 我們現在 可是那時候很先進啊 我們現在台灣二奈米三奈米五奈米 然後各國追不上 你就知道二零一四年 台灣要拼全世界先進製程二十奈米 第一個量產的廠叫做台積電 那時候在拼這個東西 那二零一四到現在二零二三才過幾年而已 九年 台積電已經從二十奈米先進製程到三奈米量產了 台灣人厲不厲害 而且現在在努力一點五奈米耶 所以當時因為這流程很長 當時故事是我們南科 我印象南科是十四廠 中科是十五廠 竹科還有兩個 這都是十二吋晶圓的二十奈米廠 一次投四個廠 那我們知道這些奈米 這些晶圓廠 每一個廠都是數千億的投資 台積電等於把他的資本門 把他的資金全部投入擴廠 南科廠 中科廠 還有竹科兩個廠 總共四個十二吋晶圓的二十奈米廠 拼量產 終於在二零一四年 我們的台積電 拿到了全世界第一個 在先進製程二十奈米的 第一家量產的廠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搶下了A8 也是iPhone6的處理器的訂單 那時候就把三星的訂單 砍一半起來了 那砍一半起來之後 那你覺得Samsung 會坐在那邊讓你砍一半嗎 當然不會啊 那一半就多少錢啊 是啊 所以Samsung就出招了 小手段又來了 Samsung怎麼來呢 當時你回去看2013 14 15年的新聞 都有 都有 我為了講這個我還去看 當年就報道什麼了 哎呀我們在台灣的台積電 韓籍員工無故離開 無故離開 然後就跑回韓國了 然後台積電就有機密資料不見 因為我們的台積電拿走了 他的重要客戶Apple iPhone 那他就要搶我們 台積電的重要客戶嘛 那他就要知道重要客戶要什麼規格 要什麼訂單 他想要搶台積電客戶 所以台積電當時 真的是做到保密房碟 那個碟是來自韓國 所以Samsung當時做了一件事情說 好吧我們現在那時候在做 第四代我們現在是5G嘛 那時候做4G LTE 第一韓國跑到前面 韓國說來我4G的處理晶片 我下訂單給你台積電 生意來了 一般你會被利益蒙住眼睛說 我右手接到了Apple 我的對手Samsung 還把4G的訂單給我 張忠謀很聰明 張忠謀說來用我們轉投資的關係企業來接單 不讓韓國代表團進到台積電裡面 怕小偷啊我跟你講 真的跟中國好得不學學壞的 這三招呢 拿下了A8處理器就在2014年 從此以後 三星的領先地位就被台積電 逐步殘存 殘存金石 然後到現在我們該看到這個數字 60.14戰率對上12%